詞曲 李宗盛 詞弗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聽一首傷心的情歌 掉眼淚 是不是为你换一句 快乐的春音乐 忽然掉进了回忆 虽怕我快乐悲伤 都是因为你 终于我宁愿世界不再有爱情 总有一天会过去 所有爱你都忘记 只剩朋友的关系 总有一天会过去 所有爱你都忘记 只剩自己就安心 喂 女士 你好 你前两天卖给我的粉底 我用一次就过敏呢 怎么办你说吧 对不起这个顾客 您的肌肤是不是 特别敏感的那种啊 那可能我们的产品不适合您 这样我给您做个登记 然后您给我们出具一份 医院的诊断证明 我立刻承报给公司 然后跟你讨论赔偿的问题 好吧 我的脸都成这样了 你还在这里叽叽歪歪 跟我说一堆东西 别吵那些没用了 裴一琴 就现在 是啊 但是这个理赔 它不是需要一个过程吗 而且咱们也得给公司 一个证据 是不是 证据 我的脸不是证据 我长这么多红症你看不见啊 你到底是瞎呀还是赏啊 是我看见了 可是负责理赔的人 他没有看见呀 所以您可能还是要出去一份 医院的诊断证明 那我说你这个白痴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 赔一千 现在就给我 要现金 听见没有 这顾客 这件事我说了不算 而且咱说话能不能客气点 咱们不再骂人的 我就骂你怎么呢 我的脸都成这样了 你还让我去找证据 你说你不是白痴你是什么呀 我看你不仅是白痴 你而且还是个神经病 我再说一遍啊 咱们说话客气点 好吗 咱们 神经病 白痴 贱人 你今天要是不赔钱给我 我就冒死你这臭疗了 你才神经病呢 你到底是来理赔的 还是来找茬的 你看你自己那样 你就算不过敏 你亲生一张灰蓉脸 五黎菲 你们跟客人说话呢 你是主管是吧 你们的营业员简直太无法无天了 我的脸都成这样了 他居然出眼侮辱顾客 我要他道歉 是他先骂的我 赶紧跟客人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啊 我不道歉 是他先出言不逊的 你还顶嘴是吧 赶紧道歉听见没有 我不道歉 我是来上班的 我还是来受气的呀 好 你不道歉是吧 那我只能让你们公司的人来处理了 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你要不伺候了 难道又一次宣告失败了吗 难道我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是个废物 五黎菲啊五黎菲 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们全部再见 老师大爷 老师大爷 奶奶 来 你看看这个 谢谢奶奶 不用谢奶奶 这都是嘉宜给你买的 你看 都是你爱吃的是不是呀 其实嘉宜可喜欢我们家丁丁了 嘉宜说了要跟丁丁做好朋友 那那丁丁也跟嘉宜做好朋友好吗 她的东西今天不要 是不是你妈跟你说的 奶奶原来你跟别人一样 也一样瞧不起我妈妈 丁丁 奶奶没有瞧不起你妈妈 奶奶你要是再这么说我妈妈 我就再也不跟你好了 好好好 奶奶不说你妈妈了啊 好孩子 奶奶再也不说你妈妈了 行了乖走 给奶奶回家 怎么回事啊 这无论创意文笔才情想象力 我们这本无限阵子 都比这几个作家强啊 怎么这 人气就上不去呢 来 进来 快进来 妈妈 妈妈研究事了 你自己玩火 妈妈一会儿给你玩 你研究事 你能研究出什么正经事来啊 孩子上了天学了 你就不能不玩那破手机啊 陪陪孩子 奶奶 你忘了你之前答应过我什么吗 奶奶错了啊 丁丁不收气啊 丁丁 什么态度啊 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你回来 丁丁 你给我回来 这孩子 一会儿你把这吃呢 给孩子带进去吧 行 丁丁 你看你 还乱发脾气 奶奶给你买那么多好东西 来 玩具 你最爱吃的 你干吗 啊 你这是干吗啊丁丁 你这样很浪费东西你知道吗 妈我回来了 回来了江林 丁丁 你在干什么呀 要不要我帮你修啊 不要 丁丁 这跟阿姨怎么说话呢 啊 这孩子 江林 别往心里去啊 这孩子小不懂事 没事 我说你平常怎么跟孩子说话呢 你不要在他面前乱说话 你听见没有 阿姨 你能不能不冤枉人啊 我什么时候叫孩子这么说了 再说了 孩子说的也是事实 不咳尽 让他修影了 太阳差了 嫂子 嫂子 千万别因为这事气坏了自个儿啊 为了个月晓卿才放不着 可是有的时候看他们三个在一起 真的觉得我才是对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你是知道的 我哥还有咱爸妈 他们不都是看在丁丁的份上吗 所以才一直让着月晓卿呢 那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嫂子 其实 你有没有想过 跟我哥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孩子 喂 江丽姐 你说的那个合同我帮你搞定了 真的 他们要是愿意跟我们公司合作那当然太好了 我该怎么谢谢你啊 有空请我吃饭了 现在吗 行我有空 那我找你去 好嘞好嘞一会儿见 干吗去 干吗去啊 我们丢到的那个客户追回来了 这个月的印记保住了 真的 那太好了 那我的奖金也保住了 姐 你太神通广大了 不是我神通广大 是我交了靠谱的朋友 运气好 好了 行 来杯美食咖啡 谢谢 喂喂 喂 这次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这个案子铁定就黄了 您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吗呀 再说了 他们都是卖我爸爸的面子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那这样 今天我来请 好啊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那你不会没带钱包吧 我就算是没带钱包把我押在这儿 也得让你吃好 好 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你看出来了 精神不太好吧 是有一点 你这个年纪的女人啊 可得注意保养 时光过得很快的 一下就老了 到那个时候啊 老公搜的一下 就被人抢走了 你少在这儿给我套近乎 年龄你比我差得还远呢 谁叫最近家里 人多 事儿也多 我说句实话 你可别不爱听啊 这前妻住在家里 算是怎么个回事啊 何况还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要是我 我可忍不了 工人我又能怎么样 江丽姐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一件事 你总是孤军奋战 那是你一个人的事 如果这件事 能让大家一起来面对 那就是大家的事了 嫂子 我刚到家门口 好 你好 几位 我找朋友 好 文飞 什么事啊 搞得这么神秘 我是有事要跟你商量 你替我出出主意 但这个事 你一定要站在我这边 你先说什么事 叶晓卿最近 越来越过分了 没事就找茬儿 你我以前已经受了她不少气了吧 太对了 可问题是 爸妈现在对于她的无理取闹 完全视而不见 因为她们已经被大孙子蒙蔽了双眼 即便看见了 也会为她找好理由 我们不能再任由一小青 这么胡闹下去了吧 明白了 嫂子 你有什么想法我坚决拥护你 咱们罢工吧 罢工 你想啊 你我你哥 我们仨同时罢工 那家里做饭 洗衣服 打扫卫生 大孩子 所有的事都落到爸妈身上 你觉得会怎样 这样的岳小青的安生日子 就过不下去了 对呀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等爸妈自己干不动的时候 就会主动找我们来解决 对呀 就算是这个岳小青懒到生区 她总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爸妈忙不过来吧 但是你这个罢工怎么落实啊 简单啊 早出晚归 早上八点以前必须出门 晚上十点以前绝不回家 那我现在 这样 你要是有单位找你去面试 你就正常去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来这儿喝喝咖啡 点点减餐什么的 这个处置卡利 我已经给你充钱了 够你用一阵的 嫂子 下血本啊 我都没做过的事往上血 那人气能上得去啊 江黎 你加班呢 那你不回来吃饭了 那好吧 我挂了啊 怎么又不回来了 可不是嘛 一个她一个武功还有那林飞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见都见不着面 你说现在这老板 一个个的怎么都跟 黄世人似的 恨不得把你的血都榨干 哪天我们的呀 行行行了啊 你别突说革命家屎了 那丁丁啊 该放学了 你去接她一下去 咱们今天吃片条 你那个带两根葱回来 不吃片啊 这丁丁真的长生意的时候呢 总不能她按不回来 连饭都不做了吧 我不是正忙着呢吗 那拆了窗帘还没洗呢 还有这沙发罩 要不这样的 我去洗 你来做饭 我不会做 那你下楼去交媒体费 你顺道再去干洗店 把江黎的大衣拿回来 她放了半个月了 我还去给她拿大衣 我又不拉到丫鬟 我不去 那家里活这么多 你也该搭把手吧 我洗完窗帘 还是沙发罩呢 我还要拖地呢 丁丁整天在地上玩 那地上不干净 孩子会得病的 妈 那你赶紧拖地吧 那个晚饭我就不吃了 你们随便吃啊 我天天都是面条 我都快长得跟面条一样 不干你的欠你的呀 好 以后你干活儿幼稚点 这腰病都犯几次了 活着那么多 幼稚点能干完吗 干嘛就搁那摆着 不干 那盯着吃什么呀 那满地的玩具不收 衣服不洗 我以前有江黎帮忙 还不觉得 现在真憋气 弄个大活人 还帮着使唤 妈 这是闪着腰啊 我那儿有之前我爸留下来的药膏 特别好用 不用 我刚贴上膏药了 明天也在意 家里啊 最近特别忙是吧 最近公司的事有点多 家里我也没顾上 你看把妈累成这样 我心里真的特别过意不去 是 没事 工作要紧 家里不是有我和你妈的吗 你帮我干什么呢 你说的往脸上贴近 真是的 妈 但您这两天千万别太累了 这腰病要是老扭的话 以后落下病根就治不好了 已经落上毛病了 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不做饭 全家都得饿着 你看 大活人 你爸还非拦着 不让使魂 哪是不让使魂 你使魂能动吗 那脸皮比城墙还厚呢 就没见过这样的人 你们是说岳小青啊 我有一个办法 你别说 我开始买了 你去要把笔春 你给了我的笔春 那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的 我去写住 你什么 那我开始了 每个人 我开始了 我开始了 你会让你 我的不在一家 我开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来负责缴纳 嗯 江黎 你主要是负责丁丁的这个学习和指导 以及她这个营养食谱的制定 所以她这个学习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林飞 洗衣服 好 月月清 洗碗拖地 那我呢 你别急啊 马上就到你了 丁丁 你负责好好的吃 好好的学 将来长大了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不是 那个叔叔 我有意见 凭什么让我洗碗拖地啊 那都是最重的活儿 要不咱俩换 我不会啊 那你跟我换 那我得跟你说好了 我这好多衣服吧都得手洗 贵得很啊 你要是我洗坏了的话可不行 没事吧 凭什么让我给你洗衣服 那我还不换了呢 你们之前不都说了吗 我不是你们家的人 凭什么让我分担你们家家务啊 我不干啊 月晓卿 我爸是家里的权威 我爸制定的规矩必须遵守 要不然你就别在家住了 要不然你就别在家住了 你威胁我 不住就不住 吃什么事 走了 走了 来 我代言你孙子走啊 走了就不回来了 走啊 真走了 洗碗就洗了 反正我跟你们说 我可洗不干净 到时候别赖我 走 以后我们家的事儿 你就别瞎唱会了啊 我干什么了 我知道了 我不就是觉得那个月晓卿 成天在你们家那么住着 他有什么家务活都不干呢 怎么都看不惯他 你懂什么呀 那月晓卿有个赌徒老妈 整地无所事事 有所好心 本来就什么都不会干 你让他干家务 他不把我们家给砸了 他不会 他可以学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还小 没成家 很多事情你不懂 以后我们家的事儿 你就别瞎唱会了 你说我们公司这些人吧 成天真是吃饱了 撑着没事做 一个个的像长生妇一样啊 就是要瞎用了别人 行了 别惹事了 人也没说什么 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行的正做的端 人越是议论的 我们越是要坦坦荡荡的给他们看 吃我豆腐呢 干嘛呀 赶紧回去啊 工作呢 挺好 努力啊 怎么了这是 妈 你怎么把板摔的呀 不习不习惯老黄 你小心点 你小心了 全都给我练习了 不摔这个不就好了吗 行行行行 你别动了 来来来我来我来 那你就别说我偷懒了啊 来 来 围庆哥姐姐 小心你别摔了啊 妈你别那么说我了 我来吧 别跟我来吧 就这种人呀 你什么招也没用的 孩子天天跟他在一起 我还真怕学歪了呢 我还 letters 是 jealous 霓霓 我能做光梦超市来的碰到你呀 没想到你这种职场女巫 最后还在在工作cession上 也会休息日在干这个举妇的活啊 在职场有职场的职能 在家庭有家庭的职能 这有什么问题吗 还剩我的心 你想多了 好 你放心吧 以后我不会再找着你了 以后我就会把你当成圣女供起来 那倒也不必 以后只要我们能够做到 基本的相互尊重 我就已经很感激你了 以后我们只谈工作 不谈风月 还有我跟你说正经话 我可能要生日当日 要去总部 总部 舍不得我 不开玩笑 真的 虽然这个真实的通报还没下来 但是有人跟我通过气了 恭喜你 总统也要离开这个 战斗五年的地方了 有点舍不得 去总部以后好好干吧 别再像现在这样吊耳朗当的 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应该有更好的发展 谢谢 真心的 还有那天的事 对不起 那为了表示祝贺 要不然拥抱一个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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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初姐 我是小龙 您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和您聊聊事 看什么电视剧呢 爱情珠宝 没爱情 看那冒险的 吃秋影那个特好玩 看什么电视剧啊 洗碗去 我洗什么碗啊 姜琳你没事吧 我今天没有在家吃饭 我洗什么碗 你在不在家吃饭 洗碗都是你的任务 都隔好几个小时了 赶紧去吧 来 你今天上班上糊涂了 失忆了 你没听那天妈说了 不让我洗碗 怕我把碗摔碎了 这个问题啊已经解决了 我今天特意去了趟超市 买了一些塑料的餐具 随便摔啊 碎不了 塑料板有毒你不知道啊 这家热就没事 家里不吃热菜了 这两天我们都减肥吃素的 我还是回避吧 行啊 你 还长得猛温柔了 挺挺挺 我一会儿还回来看那个蚯蚓 我告诉你 不许关电视啊 这个家人 今天是吃什么好吃的了 用那么多的盘子 还有那么多油 洗都洗不干净 真是的 不怕胆固醋膏 手都给我洗疼了 早知道我就不出门了 好 谢谢 没事 没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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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早就会儿了吧 江黎呢 什么时候回来 还叫吧 我知道 我知道 林飞 我问你点事呗 你说这个王薇薇 挺神通广大的啊 就上回 是她帮丁丁办的入学 我还挺感激她的呢 你说像她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吧 是不是大部分男人都会心动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就是想说 你说这个男人和女人 是不是就不能在一起工作了 一块工作是什么厨师是吧 你哥和王薇薇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我上午就在咖啡厅看见了 俩人那个暧昧劲在一起 哇塞 那个气氛 我跟某人说某人 某人还不相信我呢 你俩在说什么 我们俩闲聊天呢 嫂子 没 没什么 什么呀 干吗 不相信我 不相信你自己看啊 你说说 没影的时候干吗 要特意澄清呢 这么此地无音三百两 嫂子 这也是我那我哥那 嫂子 嫂子 你干吗 人家夫妻俩的事 岳晓庆 你插我干吗呀 你是不是看着我们家过了两天舒坦日子 你心里特别不痛快啊 我没有 居心叵测 我居心叵测 我 我看见她带那么大顶绿帽子 我不管啊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我是帮她 岳晓庆我告诉你啊 你就算被他们俩搅和黄了 你也一点戏都没有门都没有 我别做梦了你 没有啊 我做什么梦啊 你是催稿子啊 又不是催猪子 你别用黄世仁的眼神看着我 你哪只眼睛看我像是在催你啊 我是在研究你 我有什么好研究的 我又不是恐龙化石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啊 你说你脑子里都是一些什么结构啊 你怎么能有想出 这么多新奇好玩的故事啊 亏你还是个编辑呢 怎么能说出这么脑残的话来 我一直就是你的脑残粉啊 你不知道啊 行了行了 收起你的脑残吧 别跟我说话了 不影响我呢 那这么晚了你赶紧回去吧 对 回去把单买了啊 这消费多高啊 这么晚了你们还在谈工作啊 江丽姐你怎么来了 你别站着啊 坐 过来 来 你看 这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作品 叫《爱情甜度有你刚好》 已经完成一大部分了 还剩下最后一点就可以收尾了 而且我们最近正在积极地联络出版商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出版的 怎么办啊 鸟初叔 我怎么不知道 我本来 我本来是想 不 五千倍本来是不同意的 这不是我好说歹说才说服五千倍 你知道吗 很多出版社看中这部小说的 而且现在最低的报价手印五万策 反十个点 怎么样 很好啦 这对一个新出来的作家来说 已经是很棒了 而且 我觉得以五千倍的才华 她的作品一定会火的 对不起啊 莉莉 这事我不应该瞒着你 但我想的是 等这本书真正签约以后 我再给你一个惊喜 那本来我想的是 这 江丽你别生气了 是吗 是我不对 我不是生气 我知道你有多爱写作 可这么多年 只能在网上写的东西 补贴一点加油 但我明白 当一本纸质书拿在手上 那才是一个写作的人的梦想 但是作为妻子我 我真的帮不上忙 随微微 谢谢你 江丽姐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我 这个你误会了 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你到底要吃多少资亏 你才能长记性 你为什么活生上 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漏洞百出呢 江丽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为什么要一次一次地被人抓住把柄 你就不能把自己搞利索一点吗 那下次我跟袁小青在吵架的时候 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我老公一点问题都没有 江丽姐你听我说 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 你说我跟五前辈 我们俩真的什么都没有的 我发誓 我当然不会受小青地挑拨 我更不会相信你跟薇薇之间有什么 只是下次 你再有问题的时候你 你能不能不要让我最后一个知道 我知道错了 以后一定改 你相信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先去洗澡啊 你先去洗澡啊 你先洗吧 你先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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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玩意儿啊 你屁的 你真不知道 准备死快 反正老人的容易算盘还是落空的呢 谁能容易算盘啊 我 你没事吧你 就你们家这楼房 一百五十平 不稀罕吗我 谁稀罕谁知道 拿着东西不带还呢 我手机呢 你好 我叫武林飞 我今年二十四岁 我学的专业是国际贸易专业 你好 我是武林飞 我毕业于上海金融学院经济系 我今年二十四岁 老家是河南 你好 你好 我是武林飞 我毕业于上海金融学院经济系 我今年二十四岁 闲了 你从毕业到现在 工作经验只有三个月的柜台营业员吗 令大小姐 总经理正在忙呢 令大小姐 麦克 我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 华晨的项目为什么给降临 因为她更适合 这个项目是我一手跟进的 甲方的负责人也只认我 你现在跟我说她比我更合适 对 因为林丽更适合接这个案子 她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调研和方案 而你也就跟客户吃吃喝喝的 我不认为这个公司不太好 跟这个公司的形象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每个客户可以吃你那套的 我的工作方式如何我自有分寸 你怎么分辨你的工作也是你的权利 但我希望你能看在我们俩过去的情分上公正客观一点 不要过分的公报私仇 我们有过情分吗 对不起 我忘了 我不记得了 I want Lily to take this not you OK 她更适合这个案子了 我现在我的事业很宝贵 You can leave my office now please Lily 华晨的案子最近挺顺利的吧 还行吧 再给最后一次方案 如果通过的话 就应该差不多了 你也知道 这个项目之前一直是我跟进的 麦克没和我商量就给了你 说实在的 我心里挺难过的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 被活生夺走一个项目的痛苦 这个项目之前都已经跟了半年了 已经有感情了 Lily 我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情 你说 我可不可以做这个项目的副手 我不求封一杯跟的 我只是想在她完成的过程中 尽自己的一份力 你放心 我不会抢你任何功劳 做一解表的时候 你也可以不写我 我只是不甘心 这个项目从此以后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毕竟是上千万的大项目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还没有过这样的辉煌 到时候万一哪天我离职了 写在履历表上 也好看些 你说是不是 好吧 真的吗 谢谢你 琳琳 连琳达这样的人 都能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不容易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琳达今天跟我话那一说 我 我其实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你说琳达 也算是一个要强的姑娘 就因为感情上处理得不好 迈克就把人家打入冷宫 这对于职业女性来说 是巨大的打击 所以我觉得迈克这么做 真的有点过分了 不要善心打发啊 你就这样把文案全交给琳达 你就不怕她卖了你了 她现在跟我是一个团队的 有什么卖不卖的 我觉得琳达这个人呢 不可靠 小心点文妙 这个事情我是深重考虑过的 你说我们的团队再努力 方案做得再完善 可是所有人加起来 敌不过一个琳达的社交能力 在这个方面她是有优势的 况且 迈克这么对她 我真的觉得挺可怜的 帮人家一把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觉得迈克这样对她挺正常 毕竟她俩有救仇嘛 倒是你啊 这迈克凭什么那么照顾你啊 是不是对你有什么意思啊 你说什么呢你 我说什么呀 那我媳妇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胞胎 有人喜欢很正常 关键是你 你不能喜欢别人 知不知道 好好好 开玩笑 我那问了没有 我早闻到了 山药炖鸡 猜猜 除了山药炖鸡 还有什么 葱 姜 蒜 有你这么误入你老公厨艺的吗 别提你的厨艺 上回烧了一只蛤蟆 给我吃哈朵 割应到现在 那是蛤蟆吗 那叫玉蛙 不识货 我告诉你 那珍贵野生食材可贵了 我要不说你都不知道那是蛙蟆 你这要醉气就气在这儿 明明是只蛤蟆 你非要跟搞得鸡肉丸子一样 我跟你讲 下次不要再做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吃 那都是补身体的 你看看你最近累的 我看看 这黑眼圈都出来了 你看这鱼肉纹 这都出来了 我给你揉揉看看 哪有 干吗呢 门口又听见声音了 丁丁还小 看不得这些没营养的画面 这是我家 我跟我媳妇在家里亲人 还有你批准啊 不爱看别看 我眼红 行了吧 那眼药膏在那儿呢 劳驾您自己去抹去吧 真是奇了怪了 有人愿意在外边七搞八搞的 也有人甘心戴绿帽子 低头只顾河赖蛤蟆汤 真是说了 不是一家人不是一家门啊 甭打你 我看看 哎呀没有 你怎么会说你 我妈妈也走开 你还要给你 你站着我 他不知道 你怎么着 哎呀 兴趣 你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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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让我知道你是真心 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该让我知道 你给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你是真心 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该让我知道 你给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你是真心 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该让我知道 你给我的诺言 你 untuk温柔看不到 我爱你 我爱我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